本集由全台貓腳印店家香港PERS Club 馬來西亞丐牙卡店以及北京卡拉盒 廣州廢材貓成都Fan Club 贊助播出 值得計月囉 到POTAL買Code 快速又安全 祝祝代買還有折扣咯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賽制排出解說 今天來解說莎奈朵GX配我們的銀半戰獸 來看一下莎奈朵的特性非常強大 讓它一回合一支可以使用一次 從手上貼一個基本的妖精能量到你場上的寶可夢身上 那你如果兩支的話就可以使用兩次 那攻擊招式看雙方前排的能量數量乘以30 如果對方兩顆我也兩顆怎麼打 就是打120滴沒問題 那GX的話我覺得可能用不太到吧 從目的減10張卡回去你的牌組任意10張 那就看情況做事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百變怪 可以進化成任何一階的寶可夢 但是必須要遵照規則第二回合才可以做進化 再來這個屬性空進化成我們的銀半戰獸 來屬性空我特別講一下好了 因為第一招我覺得其實還沒有到很爛 第二招也不錯 所以我是放這一支 那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反正應該不會用它去打的 來看一下銀半戰獸 我們的這個特性 一回合一次可以把手牌補滿5張 我覺得這特性還是非常非常強大 來第一招打50滴 那如果這回合你有使用過這個支援者 Support卡 那就可以攻擊力多70 這樣可以達到120滴 還不錯 來GX直接擊殺掉對手前排的異獸寶可夢 那這一支的話我覺得就幫助補手牌 那如果有時候缺打點的時候 你第一招也是可以用得到的好不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 拉魯拉斯進化成我們這個 另外一支艾陸雷朵 這個也是出在我們第四彈中文版的 那為什麼放它呢 各位看一下 它的屬性可以當成是超能力系 以及鬥系的 什麼意思呢 來各位 如果你遇到了超夢怎麼打 就直接用我們的這個第一招 120滴Double變240 如果我加頭巾的話 直接打300滴超夢下去 哇塞 太酷了吧 那遇到皮捷呢 連頭巾都不用貼 我直接240送你下去 這個好像蠻猛的 有沒有發現 重點是你打完之後呢 可以把自己身上的能量 轉移到你的後排 一支寶可夢身上 哎呀 你看我只要一個雙無 我就可以秒殺掉對方的超夢 或者是皮捷 那真的是很賺嘛 在這次的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好那進化成我們沙奈朵的時候呢 就是怎樣 可以打三神啦 可以打一些 就是可能能量多的特噴 那你特噴如果真的是貼滿6顆能量 說真的我沙奈朵是輕輕鬆鬆 貼個幾顆 貼個4顆還是5顆 我算一下 4顆吧對不對 4顆我就把你秒掉了 哎還不錯 還不錯 我們沙奈朵 那4顆的話 其實說真的也沒有到很難做 對不對 手貼雙無再加這個特性 再加頭巾也可以 或是手貼三無色 再加一個特性 這樣4顆加對方6顆就打300滴 還不錯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來 看一下 炸場馬下朵 就是以防止對方 如果真的有下什麼懲戒場地 無人發電場這種 我們的特性沒有辦法做使用 就把它炸掉吧 所以我覺得這張也蠻重要的 再來 蝶蝶放兩張可以幫助我們來做鋪場 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好不好 好 那六尾放兩張 就是如果你在後手的情況下呢 你可以直接抓兩隻寶可夢 下回合直接做進化 這時候呢可以抓九尾啦 抓什麼沙奈朵來做進化 其實都可以看情況 看情況 來九尾直接從手牌進化上去的時候 然後從牌組拿兩張道具卡到手上 那這個道具卡呢 我覺得看情況 你有可能會拿高級球 加我們的這個 叫什麼 糖果 來做這個進化 或者是呢 拿什麼 我覺得 看情況啦好不好 這時候也說不準 真的說不準 好 那攻擊招式打70點 那後排穿30 就是一個可以鋪傷 或者是補刀的一個概念 那GS的話 跟我們的銀半戰獸是一模一樣的 對方如果是異獸寶可夢 直接做擊殺非常的強大 好 那貴重球芒果放四張 因為說真的 一開始我們鋪完場之後呢 全部都必須要用GS 有沒有發現 你看銀半 莎奈朵跟我們的這個九尾 那甚至一開始的疊疊 可能要拿支援者來做綠牌 或者是鋪場的動作 都會用到疊疊 所以放四張GS球 完全沒有問題 那吹風機放一張 就剛剛講過的 幫忙吹場地 或什麼有的沒有之類 因為我們整副牌是沒有放 是沒有放這個 呃 場地卡的 所以我覺得遇到場地 很多的排行 會有一點麻煩就是了 那GX槍不用講 一定放 好來 槽穴球放兩張 那等一下會講到說 我們有放大木博士 但是因為我們這牌 真的真的太吃鋪場了 所以芒果硬要塞 兩個槽穴球 好不好 就是為了能夠幫助我們鋪場 來四顆糖果不用講 一定就是幫助進化 我們的這個 沙奈朵來 單價一張 這個 叫什麼 硬張也一張 高級球四張 這個應該都沒什麼 太大的問題 來竹籃四張 然後 古之馬兩張 然後來 大木博士 你可以從牌組任意拿三個 不同屬性的寶可夢 放到你的後排 那不同屬性 來各位看一下 我們有無色系的 我們有這個 妖精系的 我們有水系的 一定自私拿這三隻 絕對沒問題吧 是不是 好不好 這三隻拿出來之後 如果你真的運氣好 手上還有什麼其他 有的沒有東西 也把它直接鋪好鋪嘛 這樣懂得意思嗎 好頭巾兩張來 芒果有放一張火光碟 其實我說 如果假設 你真的遇到日神 巨精這種很難打的東西 你基本上不可能打贏 有沒有發現 所以乾脆放個火光碟 來讓我們銀半戰獸 來做這個擊殺 也不錯 也不錯 那這張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放水 也可以放水 我不排斥 那就打火系的 好不好 都可以都可以 看你自己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三五 芒果放了三張 雙五也放三張 那妖精能量就放到七張 那這個應該就是給你們 自己去參考建議 自己去調整 好不好 那這幅的話 就是我們的這個 沙奈朵加銀半加九尾的牌組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啦 想要買code或是禮盒序號的 粉絲們有福啦 現在到Portown網站 挑選你需要的商品 確認數量後 再進入結帳前 右下角的優惠券 填寫Mango 立即享有5%折扣喔 無二剛龍 這個什麼東東 無二剛龍 無二剛龍 龍 感覺三神欸 好 後手 我們一樣先空過一回合 那 這手牌好像有點爆炸 如果 我覺得還好啦 沒有到爛啦 沒有到爛啦 沒有到爛 還行啦 如果有基本怪的話 我覺得還行 沒有到爛 那對方如果真的是三神的話 其實我們是賺的 哇 這手牌是不是有點爛 手牌有點爛 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 花言怪喔 三神花言怪是不是 好 先空過一回合 應該有人會問說 為什麼空過一回合 其實Mango之前很多部影片都有講到 不過到現在還是有人在問 好 沒錯啦 三神花言怪 三神花言怪的話 我們要小心一點點 要小心一點點 因為他的傷害 是有辦法擊殺掉我們的莎奈朵 甚至他有可能有懲戒場地 所以要小心懲戒隊 之前講過就是怎麼樣 我們的線上版沒有辦法先手使用支援者 所以說這個combo就會有差 有差別 好 那 所以空過一回合 雙方都可以使用支援者 那就合理啦 對不對 好 三神鐵個鋼 然後他的這個應該會直接扣 跑扣10滴 特性一回合使用一次 也有馬下躲 好 改我 那他等下會想盡辦法讓他撤退 然後直接做出他的這個三神出來 那這張一定要留 來各位看 這張一定要留 那這個的話 因為我們有這個 所以高級球就不用直接抓蝶蝶了 好不好 直接鋪場 來 這個手牌其實算不錯 各位 其實算不錯 來我們檢查一下牌組 銀半九尾全部都在 全部都在 那我們現在我想一下 嗯 好 先這樣子應該沒問題了 那等一下 我是覺得我應該打的掉他 我覺得 那我這個頭 我這個高級球先留著 先留著 我覺得可以先貼 可以先貼 他等一下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要怎麼打 他等一下派三層上來 對不對 那我這個頭 我貼 雙無算 我還是貼後面好了 好 沙奈朵有了 糖果有了 那我 可能需要 九尾 九尾加什麼 我想一下 銀半 蝶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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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蝶先不要好了 因為我等下全部進化上去之後 其實我手牌是可以靠銀半來補啦 他現在擔心就是說如果他真的出來的話 可能會被我的沙奈朵擊殺啦 有可能啦 不過我不一定下得去 好哈拉骨子吧 應該會拿 滑板車 再加一張 三色吧 應該是三色能量 裝備的話我想想看 裝備 裝備 喔 欸啊你場地勒 哇 你看直接下場 欸他現在下 我覺得現在下不好欸 我沒有GX怪啊 我覺得這一個不好 嗯不好 這下的不好 20 欸各位 他的這個花眼怪 其實我們可以用九尾來穿 你知道嗎 好我想一下怎麼做 首先先炸掉是沒有關係啦 因為這場地真的很尷尬 他剩260 260我需要幾顆能量 我只要 其實我再貼一顆妖精我就殺的掉了 可是我必須要讓他做撤退 所以我覺得 我想想看 因為我會怕 我會怕 我是不是應該放個森林 呵呵呵呵 頭巾用不到啦 頭巾應該用不到啦 我現在貼可能量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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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5 300滴 絕對殺掉 可是他的這個 呃 炸彈有點麻煩 我會自己扣100 所以下回可能會被反殺 我在猜有人被反殺 被反殺會拿3張獎勵卡 我覺得有點尷尬 所以頭巾應該暫時用不太到 我們先丟掉頭巾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 那我們現在的話拿點碟嗎 然後我後悔了 我沒有放switch 我真的有點後悔 其實 我可能需要能量齁 來 貴重球 糖果 想一下齁 呃 好像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好拿的 糟糕了 巢穴球可以先拿一個 再做一隻好了 好不好 那貴重球的話呢 我想一下齁 糖果單架 吹風機 好 先不要下好了 我只是在耗手牌而已 因為等一下就不要抽到了 來我們先填特性 給他好了 因為等一下不管抽到什麼能量 除了3-5 3-5的話我沒有辦法讓他做撤退 那這個的話先吹 好不好 康寶還不錯 各位 康寶還不錯 好 直接抽滿 哇 烏鴉嘴 真的是烏鴉嘴 因為抽到3-5 真的是有過烏鴉嘴 我想一下齁 用我竹籃嘛對不對 好拿竹籃吧 沒辦法 各位 如果下不了就很尷尬 是不是 用古芝麻嗎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覺得三神還是優先擊殺吧 要馬古芝麻嗎 他殺不掉我吧 180 那我剛吹就沒意義啦 早知道我直接拿古芝麻殺他後排 是不是 好吧 拿古芝麻吧 我錯了 對不起 我不該吹掉的 好啦吹啦 沒關係啦 好 90滴 那現在的話他也只能怎麼樣 呃 他可能要再做一隻花銀怪來擊殺我的九尾或銀瓣 那他現在只能用槍或者是古芝麻來殺我爹爹 他現在只有這個做法 感覺這場有點卡喔 等一下這個還是機會 你看我客手還這麼爽 好 超偏古芝麻 我覺得他也是有機會啦 懲戒是不是 結果3-5沒用到耶 糟糕 欸真的有欸 太神了吧 貼一貼是不是 好反正要貼一貼 你們知道為什麼要全貼嗎 因為他不要再收到了 因為基本上他現在需要的東西只有花顏怪跟 呃跟那什麼東西 跟那什麼東西啊 花顏怪跟彩虹能量啦 所以他全部貼一貼 這樣合理 好不好 非常的合理 好那現在我殺的掉了 那我絕對我只能阻攔了啊 對不對 我現在只能阻攔了啊 唉呦 又神抽阻攔了 好我想一下 直接阻攔吧 我們再做一隻那個小的拉魯拉斯 好不好 結果沒有抽到 我想一下齁 空開好了 好不好 來特性 先填給他 然後這個雙弧的話可以給銀半 因為銀半也是一個打點齁 各位 那這空開沒關係 空開 好來張拉魯拉斯吧 你看這個 我的打點一大堆都跑出來了 完全沒有東西 1234 他現在手牌有四張喔 好啦 印一下好了 好不好 反正我打掉他 他如果真的沒有做出花顏怪的話 基本上輸了是不是 那他現在要只能針對我的這個九尾 而且我還在殺兩隻 有點尷尬 我們爹爹留著拿骨子馬 OK吧 好不好 留著拿骨子馬 那就直接打掉吧 場地喔 炸掉吧 好來 360滴喔 克薯 然後我拿三張 大木現在出來 大木好像太慢了 因為我剛剛不知道發什麼的時候 如果有大木的話 就可以鋪拉魯拉斯了 我給老媽呢 好 看起來他沒救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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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高聚球 花顏怪 那 他一定要做兩隻花顏怪啦 一定要做兩隻啦 我發現他真的很猛 各種神抽耶 真的是各種神抽 好 一定要再次換一怪齁 好 然後特性特性 欸 我的有點危險耶 各位 我覺得有一點點小危險耶 我想一下怎麼做 我想一下怎麼做 他沒有放夢幻 可是放夢幻 也沒影響 因為 我打30打不死 我硬張齁 硬張還好 我們有贏半 所以應該還好 好 那就 應該會打嗎 對方是異獸化攻擊力加60 那只有打10點 應該會 應該 喔 雞拉齊 好 草穴球 再來是不是 哇 他現在機會很渺茫耶 他等一下一定要勢必 一定要殺掉我的銀瓣 他一定要殺掉 喔 聰明耶 等一下 蘭果有個想法 各位 我有個想法 我神抽耶 各位 我真的神抽耶 好 其實我的想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其實 好 沒關係 我們先抽 我們先抽 我想法是齁 你看 我的能量如果給九尾的話 齁 那我30給他 好 我們來秀一下好了 好不好 秀一下好了 來 這個想法不錯 各位 是想法我覺得不錯 自己講 好 來 你看 我打70殺掉這隻 30給他 他剩10滴對不對 那 不對喔 他有 他有那個 迷唇解 我忘記了對不起 你該不會真的有 好啦 讓你秀啦 我剛剛其實想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想法是 我想殺這隻 我想殺這隻 好啦 給你秀啦 不然我一面倒不好看 其實我剛剛直接殺掉這隻就贏了 你有辦法嗎 有哈拉古之馬就OK了 有沒有 柴龍能量 嗚 嗚 嗚 要神抽了 要神抽了 好啦 剛剛其實我就古之馬殺這隻才對啦 好不好 其實 芒果人很好 給他表演一下嘛 有什麼關係呢 柴龍能量 欸 幹 好啦 反敗為勝 你看 三神的威力 好啦 其實我這部片是在介紹三神 不是在介紹沙拉奈朵 好啦 不過各位應該看得出來 沙拉奈朵前面的那個 那個combo 非常非常的兇猛 其實很多東西 都不是很缺 是不是 都不是很缺 結果三神還是很 有很大的逆轉能力 好不好 那 其實剛剛只是在 只是在 只是在弄個效果啊 你們看得懂就好了 好不好 反正這部 這部的話 應該就是說 你們 想要調整的東西 可能就這個火光碟吧 火光碟 然後 想一下 其他東西應該還好 如果你銀半想再多的話 也是OK的 那至少他這部牌 可以針對 針對很多種牌型 你們自己去 探討 探討看看 好啦 那我們今天 沙奈銀半 就不用再場了吧 就讓我都給他贏了 是不是 我想說我壓太死了 給他贏一場好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沙奈銀半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 如果你真的想組的話 芒果建議 可以組 真的可以組 因為他現在 屌打很多現在的主流 非常多現在的主流 所以身為版的 沙奈銀半 OK 就組出來吧 價格方面 我想想看 應該不會吧 對啊感覺全部卡片都在500內啊 是不是 不會不會不會 可以組可以組 我覺得這副非常可以組 馬上推薦你給你朋友 馬上就要來看這部影片 因為這副牌可以組 就這樣子啦 下次見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G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 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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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